像孔仙玉就是這樣 釋出自己適合什麼 你什麼門派都學對不對 沒有 不會 我之前小時候有學 泰拳刀 泰拳 一些東西 到18歲 但是現在我主要練的 就是八卦掌 對 因為我覺得 其他的時候我就是在探索 我在找到什麼是最適合的 可是那你後來怎麼知道 自己最適合八卦掌 發現你的手很大對不對 這個當然會幫忙 但是其實八卦掌 我們有三個要點他們會講的 一個是 你說靈靜 就是你的靈魂的一個 跟那個安靜的一個樣子 因為我之前搭的拳 可能我發現我脾氣沒有很好 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要打敗一個人 你要有一種概念 如果你一直練這樣的概念 你會帶這個東西回家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開始跟我兄弟 就是沒有覺得很舒服 就算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全部的人 他們就是要做一個圈 他們喜歡 八卦掌一直是給我一個機會 就是每天我在發現新的東西 到另外一層 就是真的是練不完的一個東西 練不完的喔 練不完的 對 因為它有進階的對不對 對 那你可以給我們示範一下 轉掌 八大綱 就是一種轉掌的一個練習 我慢慢解釋一下 所以我不能一邊講話一邊練 讓我練一下 OK 它走了一個方位 對不對 好 其實不只是掌 全身都要耶 對 行雲流水啊 簡單的做一下 所以這個就是你說的 你在把整個身體練一合 那拳擊是有他們發的力量 就是說他們在用的身體 是比一般的人多 但是他們還是沒有在用全部 了解意思嗎 所以他們用的時候就會 力量蠻大的 對 但是如果這個人 跟我的速度一樣快 當我在打他的時候 他也在打我 或如果我有兩個人 要打這個人 打這個人 我打他 他 打我 我打他 他 打我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拳動作就是 當我在打我還是在保護這個方向 打 對 我在打這個人 我在保護這個方向 但是這個是要用全身的 所以如果我就是用下半 你知道嗎 他們會說最有力量的一個動作 是跑步的 所以我跑步是用全身體 知道意思嗎 這是為什麼 摔腳是那麼用 所以我們一直練這些的動作 為了讓那個筋出來 當你發力的時候 你不用一直用全部的身體 你就趕快用一點點的 力量會打 等一下… 你還好嗎 還好 被震傷了 還好 我就輕鬆的做一下 所以當我打的時候 我用整個身體跟腰再轉 這個就是一個小小的動作 我可以靠近它從這邊 用另外一個打出來 我這邊 你看那個拎 我說那個拎的精神 現在我已經轉了我的第二個拳 對 要這個意思嗎 所以第一個不要覺得 你打一個人就結束了 你一定要有第二 第三 第四 我做一點點簡單的東西 這樣子就好多招了耶 對不對 就是幾個動作而已 但是我們通常練是一百二十八個動作 一百二十八 對 所以我通常在一天 我會自己練一次 兩次 三次 就是當一個 那你剛才這樣就一百二十八個動作 沒有 剛才我練八個而已 剛才是八個啊 剛才八個 那你再給我們八個好不好 OK 所以 剛才有八個 主要是說 因為我一邊做一邊解釋一下 這個是A B C 好 因為我也是英文老師 所以如果我做一個動作 我先做 A B C D E F D 了解意思嗎 但是這個不代表我知道怎麼用 所以我要把就是我的A跟B一直練 一直練就是然後用不同的步伐 所以我先做A從這邊 A從這邊 Trading 我知道每一個角度 每一個可能怎麼用到 不然我有點是在一個 在做詩 然後還是不會講話 所以你開始要了解你的字幕 分得好之後 你要把這個字跟這個字放在一起